这家老饭店位于宝山大厂镇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 就以上海三黄鸡制作的白斩鸡起家 至今仍然吸引着很多食客慕名而来 和小绍兴一样 很多上海饭店都以白斩鸡作为自己的招牌菜 即便都用三黄鸡 即便都叫白斩鸡 但每家饭店又都有自己不同的烧制工艺 那个鸡被人拿刷鸡 从哪儿刷鸡 那么一边就冒进去 葱 酱 酱 鸡 鸡毛来说 鸡饭吃 鸡饭吃后 它捞出来 捞出来的葱 打青菜 给这个鸣鸡 有种鸡毛来弄青菜 然后就把鸡饭吃起来 然后鸡饭吃后 所以这个鸡棍的鸡放上去 再放上去 再把鸡冲上去 所以再捞起来 这鸡 鸡另外一个大一部 所以再放进去 这个鸡肉有肥部的色质 鸡饭吃了 鸡饭吃了之后这个鸡啊 鸡饭吃过来 这个鸡饭吃 鸡饭吃 鸡饭吃破加第二个鸡饭吃 响了着鸡籠与炸 这个呢 侵鸣而是有苹穀 prevented 这是给不准凝 稍后也放上去 锅饭背召 不过过不是 这之前和酒自己 越長 越難 在背心裡面整個六七個鐘頭 整個女的社會一樣 那在烏斑人家有用 因為整個月長 這個皮膚越難 一碗一碗開來 那碰了多久啊 碰了大概要一個半小時 這個雞 黃的米桃已經出來了 黃的米桃出來了 三黃雞 米桃已經出來了 如果它這個 最後這個 剪開來 最後之後把它本製一下 這個雞就可以切了 三黃雞 現在血絲也懂得了 那麼這個雞在牛頭裡有糖來死 因為這個冰水 糖來冻了 所以這個冻和料 匯集起來 這個味道就是可可口味了 這個料呢 一定要轉一轉 這個料就吃心情 這雪絲呢 這個雞的雪絲就出來了 雪絲在裡邊 冻在裡邊 這個就是鮮嫩的 如果沒這個雪 像男人也沒雪絲味 這個男人沒男人味 有雪絲才會有這個味道啊 這個就是味精 味精 實際上 雪就是味精啊 真的 雪就是味精 我們這個原子也味的 採訪中 這位經理反覆為我們強調了 原汁原味 表示我們此行來尋找上海三黃雞 是找對人家了 但當我們問起 他們燒製白斬雞 用的是不是正宗的上海三黃雞時 這位經理給出的答案 和之前我們走訪的多家飯店一樣 上海三黃雞作為一個雞種 現在已經難逆蹤影了 按照各大飯店的說法 如今我們吃的白斬三黃雞 並不是用上海三黃雞做出來的 那麼原來的三黃雞去哪裡了呢 這就讓我們想起了2012年的一則新聞 報道眾稱 目前上海三黃雞整體數量 已經不到1000隻 換言之 也就是說 上海三黃雞已經瀕臨絕種 為了更好地了解 上海三黃雞的現實情況 我們走進了 上海市農委畜牧獸醫辦公室 三黃雞它是指羽毛 嘴和腳 都黃的一種雞 那麼它不是一個雞的品種 而是優質黃野肉雞的一種統稱 所以叫三黃雞 那有媒體稱說 上海三黃雞即將消失 那這個三黃雞指的是什麼呢 這是指我們本地的一個 三黃雞的品種 它的名稱叫普通雞 它是我們本地的一個優質的 唯一的這樣一個雞種 那麼一直以來受到老百姓的青睞 但是現在由於數量很少 即將消失 那即將消失的概念是什麼呢 現在都保存在保存廠當中 那我們現在在市場上 還能吃到三黃雞嗎 能的 因為三黃雞前面說了是一種統稱 也是一種俗稱 現在我們吃到的三黃雞 都是外來的三黃雞 而我們本地的原汁原味的 這個三黃雞很難吃到 作為唯一的本土機種 上海浦東三黃雞 瀕臨絕種 目前也只有一千多隻 上海浦東三黃雞消失的原因 究竟是什麼 同樣的價格 我們浦東這段話 可能就沒有價格優勢 沒有了上海三黃雞 那麼我們吃到的三黃雞 又來自哪裡 稍後請繼續收看 真實第25小時之 尋找上海三黃雞 這是我們所說的天才 自閉 酗酒 頑固 瘋狂 這也是我們所說的天才 創造 改變 開拓 信念 他們所做的一切 都在訴說如何面對世界 又如何面對自己 他們的光環讓你覺得遙不可及 你誤認為自己只屬於平庸的事 其實在這個星球上 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存在 每個人都有他的精彩 只有你相信自己 開始尋找自己 你才能發現那個隱藏的天才 別停下來 叫醒他 對 除了 混雞 全球 鑫 走 總統 尋找生黃雞 在這裏 全球 鑫 全球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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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回答或许是大多数上海食客 对于三黄鸡和白斩鸡的理解 其实作为一道本地名菜 上海白斩鸡始于清朝末年 在传统上用本地饲养的上海三黄鸡制成 所以又称三黄油鸡 上海三黄鸡也叫浦东鸡 老百姓叫它九金黄 它的出现有近两百年的历史 早在1847年 就曾向英国输出过这个鸡种 被英国人称为上海鸡 上海三黄鸡肉质鲜美体大肉肥 适合用白斩的方法 以保留起最为鲜嫩的口味 于是白斩做法的上海三黄鸡 在上海家喻户晓 传统的上海人则更习惯 把这道白斩做法的三黄鸡 直接叫做三黄鸡 然而上海三黄鸡的濒临灭绝 是我们不曾料想的 为此我们来到上海 普惠浦东鸡繁育公司 这里是上海唯一一家 国家级浦东鸡包装厂 那么在八九十年代的时候 有一些国外的一些 生长速度比较快的一些鸡种 也被引进到上海甚至全国 那么相比普通鸡来说 这些鸡种生长速度比较快 那么也是 鸡鸟报酬也比较高 那么大概是在五十到六十天 就可以长到四斤左右 那么相比这些鸡种 普通鸡因为生长速度比较慢 鸡养粥鸡场 一般普通鸡的话 要鸡养大概在六个月才能上市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的一些养护 也不愿意去养普通鸡 所以我们就有一种 可能要濒临灭绝的这样一个命运 在走访中我们了解到 其实从1972年起 上海就通过建立保种厂 设置保护区和建立遗传资源基因库 来为普通鸡保种 如今的保种厂 有三栋鸡设 一栋时间房 三栋鸡设中的两栋 有运动场 普通鸡长到青年鸡季段时 可以在里面活动 就这样 数量极少的普通鸡 在这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也从我们的餐桌上 慢慢彻底